六三万的精致独身女生 参加完忙事泼水节之后 回家可以有多麻烦 不仅要接受热闹过后的孤独感 还得独自面对一堆事 尤其是旅游的时候光鲜亮丽 八笔衣服一天一个样 回家才知道有这么多脏衣服 玩的时候有多快乐 回来洗衣服晾衣服就会有多崩溃 还好有这个好太太小天仓晾衣架给我慰姐 需要的时候可以自动降落 晾晒很方便 而且它晾晒衣服容量也很大 像我这次回来洗的衣服一大堆 还有要换洗的床上洗衫套 全部晾起来也丝毫没有负担 我之前家里也安过手动槽子的衣架 身衣想不出 晾感沉重一海差 晾个衣服摇摇晃晃颤成巍巍 但这次安的好太太晾衣机 听说用的是蓝筋动力系统 材质也是航空级别的家后旅餐 就算我挂了这么多东西 升上去也是稳稳当当 毫无压力 不用的时候还可以自动收缩 一秒变身这种超薄吸顶灯 想要什么亮度都可以手动随意调节 就可以满足我们任何的照明需求 有了这台好太太晾衣仓 再多衣服我也可以从容引动 尤其是接下来的五一出行旅游 我也能没有后顾之忧地 继续到我的精致发表 其实呢旅游结束 不必有太多的落差感 无论江河湖海 还是回家后的柴米油盐 都是自己的生活 你要相信旅程结束 只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别人看下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